当前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社会是高度关注 群众也高度关切 但仍有极个别网民 通过网络编造 传播 散布设议不实信息 12月11号 金华五一警方就迅速处置了一起 设议网络谣言 当天中午有网民 徐某某在微信群中发布消息 说有新冠病例在五一出现 五一的博物馆等公共场所关闭 后来该内容被群内网民 陈某某转发 发现有人在微信群里面 发这个五一有疫情的 发现这个事情 我们马上就是开展 对这个事情开始核杂 那么我们通过调查 发现发这些五一有疫情的 是永康的 那么在跟永康公安一起 那么就很快也找到了 两个发生的 经了解 徐某某因听信他人谣言 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 将虚假的疫情消息 在微信群中发布 后来陈某某又进行转发 因徐某某 陈某某认错态度较好 且为造成较大影响 警方对两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两人也认识到了错误 并在网上消除影响 这一轮疫情以来 我们五一也根据上面的要求 Orcasio的管控 主机工作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五一没有发现 新冠阳性的感染者或者病例 记者王延渊 编辑报道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